大家好 我是愛魚眼神 我今天繼續給大家帶來黃金的時刻 三個時輪蒐集星熊鐵道 2.2皮諾康寧一條龍地圖 全蒐集攻略寶箱 摺死小鳥護照貼紙書及夢境迷裝 齒輪王下一桶金 表超隱藏成就人夢驕 熱殺海選會場大劇院 首先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黃金的時刻 最中間的鐘標小竹玩場 出來之後我們往前走 來到最前方之後 我們往右拐 往右拐叫我們繼續 往前走 然後在前方的樓梯上之後 我們上樓梯 上樓梯這裡有一堆人 聚在一起什麼 賓客啊 PBC這些 然後我們對話 就是黃牛啊 這是黃牛啊 然後在這裡之後進入劇情 劇情之後我們再回頭 再次跟那個對話 我們點擊旁聽 然後獲得兩個碟片 然後一個成就 然後獲得兩個碟片 然後一個成就 中間 中標小子廣場 然後正前方 我們跟這個 中標小子對話 一滴滴滴 由於活動任務還有一些 其他貼紙其他任務我沒有做 所以說我的金表超數量 可能是跟你不一樣的 但是你跟我的司機跑完 肯定是全部拿齊了 然後你可以 拿齊的觀眾 可以彈幕告訴一下 其他人 你們是 應該現在是 剩多少金表 這是2.2版本 三個 情緒齒輪 然後我們先來到 劉夢嬌中間的 實際廣場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 在我們往左看 然後我們往前走 然後我們往右拐 往右拐 左前方 下樓梯 在我們下樓梯正對面 這兩個人 在這個桌子上 就是一個齒輪 接著我們打開小地圖 來到右側的這一個 碎層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回頭 好吧 我們往前走 不要回頭往前走 然後來到前方樓梯上之後 在我們的右側 只有 這又是一個 什麼PVC人 然後我們跟他對話 獲得一個齒輪 接著我們再打開小地圖 來到這是 左下角 救夢急鎮的傳送點 傳送點出來之後 我們回頭 回頭上樓梯 上樓梯之後我們往左拐 左拐上樓梯之後 一直往前走 在前方鏡頭 停 然後在我們的 就是 東方向小地圖的 右方 然後我們往前 左拐上樓梯 這兩個 叫自卸 又是一個情緒齒輪 然後這是最後一個齒輪 就是 中文字幕